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走过你路 有幻想 有泪水 将成为 出恩典的记号 恩典的记号 有一天幸福 这一首手朗朗上口的福音诗歌 皆来自盛小梅的创作 没有受过音乐的科班训练 也从来没想过走上歌手之路 神学刺下丰富的灵感 帮助他谱出多首激励人心的歌曲 从2004年开始 他召集有相同意向的伙伴 到各地以音乐步道抢救灵魂 而他的先生丽环春也一起参与 一同走上宣教之路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的来宾 是一位很有名的福音创作歌手 其实他的歌在教会传唱度非常高 今天上的节目大家说 原来这个歌 我平常唱的就是他写的 看到他本人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分享他的生命过程 欢迎圣小梅艾蜜姐你好 你好 贾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景杰先生 莉拉哥 Michael哥也来到现场 欢迎你 贾璐你好 所以你从小时候很会唱歌 我今天看到你 我真的就觉得 哇 我终于看到本人了 因为真的很常唱 你的歌在教会里面 是吗 对 感谢主 我觉得很奇妙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了节目的观众朋友 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想法 哇 终于看到人了 所以小时候就会唱的 小时候就喜欢唱嘛 对 那其实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 就是在我五岁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幼稚园嘛 那我的哥哥呢 我有两个哥哥都大 我十几岁 大这么多 对 那我的大哥 所以我幼稚园的时候 他已经大学了嘛 对 然后他呢就 因为他也很喜欢唱歌 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跟他两个 就是好像特别有音乐跟语言方面的 这个天才这样 对 那他就教我 抱了一把吉他 就教我唱英文歌这样子 所以你幼稚园唱英文歌啊 然后他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就自证腔圆 然后他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电影叫真善美 就是 那时候真善美在台湾演得很轰动 对 然后呢 之后好像是振声广播公司 就有一个歌唱比赛 就唱那真善美里面的主题 那个一些歌这样 然后我哥就教我唱了那个 Ado Vice 就是小白花 对 对 对 然后他就帮我报名了 然后我就跟一群大人一起比赛这样 那 所以你是 不是针对小孩子的比赛 不是 不是 他完全就是一般大人的那个 像现在的选秀节目啦 然后你才幼稚园 我才五岁嘛 五岁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就什么上报纸啊怎么样 然后最后就拿了个优胜奖回来 还有哪支啊 然后后来听我妈讲就是 有电台要找我去跟什么去绕军啊 什么的 然后我妈就说这还得了 书都还没开始念 就走上这条路 然后那时候 我们家是那种世代夫观念的 就是说万般皆下 比我有年数高 对 所以当然就回绝了嘛 那回绝我就 所以我在开玩笑 我说我妈断了我的心路 真的耶 没有 现在回想是很感谢主 因为其实那时候真的 如果真的就走上这个唱歌的路 不知道我今天在哪里了 对 所以就完全就是循着 一般家长觉得的正常管道这样子 对 我就乖乖念书啊 那我是乖乖排啊 我也很会念书 很会考试 所以就一路就没有辜负父母 师长的期望 就一路就很很 都是进台湾最好的学校嘛 所以就北英 离台大 然后毕业就出国深造 就走上这样子一条路 所以离音乐的路 其实是越走越远的 是是是 你去念了什么学校出国 我去念UCLA 到美国 念了一个MBA 就是企业管理硕士 对 所以好像跟Michael哥 你们两个是在美国认识的是吗 其实我们在台湾认识的 你们是在台湾认识的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出国留学之前 我们参加了一个教育部办的营会 叫大鹏营 那我做男生的组长 他做女生的组长 所以进水楼台幸得月嘛 你那时候对于这女生特别有印象 我觉得她是很会念书的人 台大国贸系第一志愿嘛 我考不上第一志愿 可能追上一个第一志愿的女孩子 也还不错 我家里是经商的 所以我从小对赚钱就很有兴趣 希望长大之后 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我想要是能够取到这个 国贸系毕业 台大国贸系毕业的 能够帮着我一起去开创事业 可以赚大钱 当时是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 不过你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听说你把妹有蛮厉害 因为你靠算命去把妹 我以前我对于人有没有命运 我很好奇 所以我从小就开始研究算命 命理之道了 所以差不多民间的各式各样的算命的方式 我都有去研究 就是不管手上什么牌品盘 指挥斗数什么的 指挥斗数八字 这些普挂易经我都去研究 所以我想人如果有命运 应该从不同的方式 可以找到同样的结果 那当然对于交往朋友 以及找对象 当然也会把它当在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课题了 所以那个营队就到处帮女生算吗 没有啦 那时候我有兴趣的人我就开始研究他了 不过没有机会摸到他的手 所以你有开口问是不是 没有 他那时候其实他很高 他并不是说我帮你看一看 他说我会看手相 然后大家女生就主动就给他 那我其实是不信的 我以前什么也不信 我虽然没有信神 我也不信这些算命 所以我就吃之以鼻这样子 不当回事 但是他有问我生日 什么时候生的这些 所以他拿到我的生辰八字 没有摸到我的手 结果他就拿着那个生辰八字 就开始自己去排了 那他怎么跟你讲这个事情 因为后来营会结束了 然后呢他是组长 我是副组长 我们就有一次这个reunion 然后重聚的时候 我们要去帮老师买礼物 他就从他一个口袋里面 掏出一张纸头 然后另外一张口袋 又掏出另外皱皱的纸头 然后他就说你看你看 他说这是你的命盘 这是我的 然后你看这个 你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 我都听不懂这什么东西 反正他说 所以我们注定就是要在一起的 然后当时我一听 我觉得碰到一个很奇怪 很有趣的人啦 没当真 我完全没有当真 那后来怎么进一步接触的呢 后来啊 他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然后呢 所以那时候已经都大学毕业 要留学之前 都没有交男朋友 其实我以前是不打算结婚的 然后后来就 基本上那时候年少无知嘛 那他又很积极 对 那我就不小心 你真的就是一合了命盘之后 非常积极啊 对啊 我这个人 一旦认定目标就全力以赴了 全力以赴了 对 所以后来 刚好我们又都要出国念书嘛 是 对 所以在洛杉矶念书的时候 留学生活嘛 那我们周末他就会开个车来 因为我们念不同学校嘛 就接我到可以好吃啊 好玩的地方去玩玩啊 这样子 所以渐渐的就 比较熟悉 后来反正就 闭了业就结婚啦 不过你说原来打算不要结婚 对 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大学同学都 常常还在笑 就是我那时候 说我不结婚 结果我是全班数一数二快结婚的 那你为什么以前不想结婚呢 我不知道耶 在我从小的梦想里面 没有做妻子做妈妈的这个角色在里面 对 可是后来我却是很快结婚 而且一结婚就怀孕 然后马上就 很快就做妈妈 对 马上就做妈妈 所以其实我人生走的路跟我原来想的真的很不一样 而且是第一段感情对不对 是 是 所以立刻进入到婚姻 然后马上做妈妈 应该还是有一些磨合的过程吧 哦呀 所以结婚初期前几年其实我觉得蛮辛苦的 是 那时候一方面我自己觉得心理准备还没做好 你都在美国嘛 都在美国 比较大的 就是说大而化之的个性 那我是比较细的 比较敏感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生气她都不知道 然后呢 我觉得我一个眼神你就应该懂我 可是我发现我需要讲得很清楚 她还不见得都听得懂 这样子 那我们家是公务员家庭 我妈妈是一辈子我都记得她都是在记账的 量入为初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理所当然结了婚 我们要做我们的财务规划 每个月收入有多少 然后支出多少 剩下多少 还可以活多久这样 可是那时候因为我怀孕了嘛 我就在家带产 所以我没有找工作 那她是做房地产的 是完全不固定 没有固定收入的在美国 就是有交易财用金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常常在想说 天哪 看我们的银行存款 再两个月就没有钱了 我就会担心嘛 那她就无所谓 因为她很习惯好像这样子的那种 不是很固定的 对 所以头几年就是很 我有蛮多的挣扎 蛮多的适应 你所谓的挣扎是你有想过 要离开这个婚姻之类的吗 没有说讲出口 但是心里面会觉得说 这走得下去吗 You know 就觉得说天哪 太不一样 跟我想象当中太不一样了 很多事情是我没有意料中的这样子 对 那可是后来就是我们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是因为我们信了主 是 那信了主以后 很多观念就变了 就变了 但在结婚初期 先生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吗 就觉得说 怎么走得下去这种 不会啊 我觉得很好玩 我就知道一定是这个 我觉得一切都是按照自己人生的规划 就知道我有多辛苦 真的 真的 然后跟她讲她恐怕还是一堆问号 她是比较无感的 她是比较无感的 就不晓得你在烦恼 没什么 对不对 其实一直到现在她都是属于 还是属于比较无感的 这样子比较开心一点 她非常有无欺 对 虽然她日子过得很开心 我觉得我的学习就很多 我调整很多 不过你刚刚一直在讲说 还好你们后来很快的就接触到 对 这是一个什么过程 结婚没有多久 我爸妈就从台北 台湾移民去美国跟我们住 那我爸呢 那时候七十几岁 因为我爸五十岁才生我 对 老来得子 对 那我爸妈就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爸身体其实本来都很好 就突然间就病倒了 也不是脑子 也不是什么 后来就说她有点内出血 然后反正病情就是急转直下这样 是 那最后呢 就是我爸是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那时候我妈妈就跟她讲说 那我们都没有宗教信仰 那办后事的话 小孩怎么办 要按照什么宗教仪式呢 后来就想到说 那还是基督教 比较有好感这样子 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觉得基督教比较好感 有接触过 其实我们有一个远亲 我们有一个远亲是基督徒 其实我们家有蛮多亲戚 是曾经跟我爸传过福音 但是我爸是坚决不信 所以他其实是刚硬了一辈子 对 那到最后呢 就是在加护病房 那后来我们就请了一位牧师 来跟我爸爸讲一讲这样子 是刘富里牧师 台福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瘦瘦小小的一位牧师 可是爱心满满 那他就每一天就来医院看我爸这样子 每一天来为圣老婆祷告 那我们家那时候我哥哥姐姐都去医院 都赶到美国去了 真的是被这个牧师所感动 那后来这牧师就在加护病房 就我爸那时候已经不能讲话了 都插满了管子这样 那牧师就问圣老婆 他说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的话 你可不可以握握我的手这样子 那我爸就是握握他的手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接受耶稣的 那后来在医院的小chapel 小教堂里我妈妈也受洗了 那也在医院的那个大厅那边 这牧师带我做了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 所以我是这样子信主 所以爸爸就没多久就离开了 对 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呢 其实我们 当时我们并没有去教会聚会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LA Downtown LA上班 离我们家开车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常常在上下班开车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我爸 然后当我思念到我爸的时候 牧师的一句话就 从我脑子里面跑出来 牧师就说 因为当时我爸过去以后 我们很难过 那牧师就安慰我们说 你们都接受耶稣了 圣老婆也接受耶稣了 所以你们都有永生 那现在虽然暂时离别 但是以后你们还会再添加相见 然后他那句话当时我吃不下去 因为我觉得我爸一辈子反对基督教 他只是最后这样子握了几下手 他真的可以去天堂吗 你知道对我来讲太抽象了 所以我觉得不可能 我有点觉得不太可能 可是当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在怀念我爸的时候 这句话就一直跑出来 然后我就忍不住 我就想说 如果牧师说的是真的该有多好 可是我又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算是祷告吧 我就说 神啊 如果你真的在 如果真的像牧师所讲的是这样子 我说你可不可以用我可以理解的方式来 让我明白这是真的 那就是在我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祷告 之后没有多久 就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家女儿 她那时候一岁多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间发高烧 那我们就很急 她就一直烧 然后一直在哭闹这样子 后来 后来我老公呢 他就 也是第一次 他说那我们来为她祷告这样子 然后他就牵着我的手 然后跪下来 然后我们就为女儿祷告 那她的祷告我也记不太清楚 她祷告什么 可是很奇妙就是她祷告完之后 我女儿就不哭了 就不哭睡着了 然后第二天起来 烧就退了 病就好了 那不只是说她病好了 而是我当时好像借着这件事情 神回答了我当时那个祷告 我认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我不相信福音这么好 说不定这个观念是错的 说不定福音就是这么好 就是好像天父要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一个礼物 你接下来你就有了嘛 所以观念一开呢 那他也是有同样的体会 戴上了方帽子 娶了小梅做妻子 隔年我们有了孩子 我也钻到了银子 当年买了一栋房子 很快就无子登科了 三十出头 我觉得已经名下十几米的不动产 住在好区山上的大房子里面 洛杉矶 所以我也很自豪 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大的祝福 成长过程一路顺遂的盛小梅 直到父亲住院才发现自己力量有限 谦卑地认识了基督信仰 她的先生利桓春是成功的生意人 当时无子登科自认不需要宗教的帮助 直到女儿生病了才明白天父的爱 生小梅是因为爸爸生病 临终过世的这个过程 不但爸爸信主了 妈妈信主了 她自己也信主了 不过先生呢 所以麦可哥你自己原来算命的 看到太太一家人信主了 你是怎么样接受这个信仰的 我相信信仰是都是好的 是全人为善的 对 可是我觉得我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也得到了我当时 你想要的 想要的 所以我也觉得我应该算是 就是不需要靠这些神明的 那个加持或保护了 那可是后来这个 我岳父过世了以后 我岳母要去教会 她没人开车嘛 我就带她去教会 之后教会的人 就有来跟我接触 其中我还记得有一个商人 基督徒的商人跟我传福音 他跟我说 宇宙当中只有耶稣是真神 他爱你 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耶稣是听祷告的 他也能够帮助你 当时我却不以为然的 那你就回答他说 那等到什么时候 我经验到神的爱 和神的帮助 那那个时候 我再信耶稣也不迟嘛 可是没想到 过了两个礼拜以后 就刚发生了 我女儿发烧的事情 当时是我给她 吃药她不肯吃 放牛奶里面 她也不要 放国际面她都不要 正在我心里面 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心里突然有个声音 在对我说 我看你 好像你看你的女儿一样 自以为是 做了很多的选择 其实都错了 正在我心里面 为之一惊的时候 这个声音继续问我 你的女儿一再拒绝你 你为什么还要帮助她 那我立刻就回应 因为我爱她 我是爸爸 可是你爱她 她明白吗 这种她还不明白 就给她的爱 是一份什么样子的爱 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 我就突然之间我明白了 原来神对我的爱 就像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一样 是一份先给的爱 是一份牺牲的爱 是一份无条件的爱 所以后来 我们就开始去了教会 不久之后 我们也收集了 所以这个女儿 这个烧烧得很值得 是 女儿生命世界 让我们 是 立刻都有 立刻都有不一样的领受 是 不过对你来说 你刚刚在讲 其实刚进入到婚姻 很快又做了 妈妈 身份上面的不适应 你那时候 接受这个信仰之后 你觉得 什么样的帮助 是对你来说 最明显感受到的 我最大的得着就是说 其实 人要改变的是自己 不是对方 就是说 我可能要把一些 我自己的坚持 我的想法放下来 特别是有一个牧师 他曾经有过一个教导 他说 夫妻跟神的关系 像一个正三角形 对 如果你们跟神的关系 越近的时候 你们夫妻的关系 会越近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 对我影响蛮大的 所以我就开始 思想说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不能够随随便便 就好像 这个约就毁了也不行 所以 要怎么样能够 两个人学习 按着神的心意 来经营这段婚姻 我就开始用一种 不一样的眼光 跟角度 来看我们的婚姻 那也会看到 越来越看到 他可爱的地方 所以以前觉得很大的问题 开始慢慢 那个问题就少了 没错 就是说你好好以前 很在乎的东西 现在也就 I should let it go 就无所谓了 看开一点 都是我家之主神做主 对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 因为他其实真的是 一位很爱主的弟兄 你知道他传福音各方面 我觉得从他身上 我就慢慢越来越发现 他的优点 就是状况还是一样 环境还是一样 可是我们看事情 眼光不一样 对 就是这样 心境改变了 除了婚姻很 利亚哥你的事业也很受祝福 在那个阶段 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也等于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天资娇子 人生胜利族 是 人生胜利族 很快的戴上了方帽子 娶了小梅做妻子 隔年我们有了孩子 我也赚到了银子 当年买了一栋房子 很快就无子登科 是 后来我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 十年的房地产的投资计划 希望一年投资一笔不动产 过了十年 当我名下有了十笔不动产 那我在这一方面的事业 就成功了 结果我在三十出头的时候 也是在五年之后 我就达到了我当时的 十年计划的目标了 三十出头 我觉得已经 名下十几笔的不动产 住在好区山上的大房子里面 多三鸡 所以我也很自豪 我也觉得上帝给我很大的祝福 就没想到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结果第二年开始 美国经济不景气 房地产受了重挫 后来我投资的这些不动产 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 变现了不见了 景气都没好转了 最后连我自己租的大房子 最后也 最后也不得不还给银行放弃了 所以我那时候我心里的 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怎么会这样子 难道神不爱我吗 为什么不祝福我 保守我 这事情还是继续发生 所以我想就是 你应该也祷告对不对 当然会祷告 可是看到状况并没有好转 一个房子还是继续买 一个一个一个 是 可是这六段时间 神给我看到的一些经文 常常就是给我一个提醒 让我不要 等于是不要 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因为这样子的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给了我很好的提醒 不提醒亏提醒 现实状况有时候 让人真的很难受 尤其原来你的状况这么好 你说连自己的房子 后来都没有了 没了怎么办 后来我们去租房子住 租了好多年 等于是归零嘛 调整心态重新出发 以前我就是要为了追求 事业的成功 财富的累积 好像这才是一个 我人生的目标 但我达到了以后 结果后来就发现 这些东西 其实是好像蛮空虚的 一夜之间就可以失去的 那我突然我警觉到 这些东西不是长久的 不是长存的 所以那个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反转的过程 对我人生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反转 可是觉得 回想过来 真正的蒙福的开始 那小梅姐也面临到一些低潮吧 会不会 其实我觉得我还好 因为我妈那时候跟我们一起住 那两个孩子 然后我的姐姐也在我旁边 就是在我们家隔壁这样子 那我感觉那时候我好像就好像还OK 还OK 我还OK 然后她就开始做空中飞人了 台湾美国两地跑 因为她在台湾发展新的事业嘛 然后我就在美国就等于说负责孩子 这个部分 然后也是那段时间我开始接触到 基督教音乐的一些机构 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很好像从那个时点开始 开始为我开了那个音乐服饰的路 是 所以也可能是有这样子另外一条路 好像 带着你走了 我可能 当时家里头的经济状况 就是家用支出 我们很幸运 因为那时候虽然是租房子 但是租的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的房子 对对对 所以各方面都比较轻松一点 对 所以当时回到台湾做什么呢 国际性的理财规划 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回来 是 美国的公司要发展亚洲的业务 那我也做他们的这一方面的国际代表 所以在台湾又待了一段时间 那但是太太跟孩子还是在美国 对对 那你怎么样两边跑 就是待会待多少时间 我就是 通常待了一两个月再回去 再回去 可能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再回回来 等于是 一开始的时候 前面的时间就是 比较少回来 因为要开始充失业 那后来的时间 那就是比较有多一点时间回美国了 结果一回去面多久家里就出了个状况 对对 就是 我女儿当时她是从 初中要进高中的暑假 那天呢我们在家里面看电视 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 就说我女儿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 叔叔阿姨Stephanie出车祸了 那当时他们是要去一个 我们教会办的一个短宣队 之前的一个练习 进医院的时候 瞳孔都已经放大了 所以医生其实是觉得不乐观 那后来医生当然就 就观察嘛 就观察 后来就很奇妙啊 就观察了一段时间 医生就说你女儿非常的幸运 因为发现她头部的伤 差一点点就伤到脑子 可是没有伤到脑子 所以那个慢慢她淤血自己可以化掉 然后说她眼睛的伤呢是 叫做视觉神经暂时性的麻痹 因为她很年轻 所以她说这个假以时日也可以恢复 然后她的骨盆的几个骨 骨挫了 挫开了 可是位子挫开又回来了 所以也不需要动手术 所以后来我女儿在医院里面待了几个礼拜 她就是很痛 她承受了很多的痛苦 可是医生什么也没做 只是给她止痛 那那段时间呢 我们教会很多朋友就来 弟兄姐妹真的是 真的是很迫切的为我们祷告这样子 然后我女儿也真的是 很奇妙的就是在几个礼拜之后 医生就release她 让她回家 回家去休养 所以回家我们就take care她这样子 所以整件事情真的是 医生说她非常幸运 但是我知道她不是幸运 我觉得是神听了大家的祷告 是 让我女儿真的是走过这个死因的游谷 那我是真的在医院里面陪她 满日夜陪她 看着她娇娇女 哪吃得了这个苦啊 对不对 所以她一痛就会哭啊 会叫啊 那我就陪着她哭啊这样子 所以我的心情就是真的 那段时间我心好像都碎了一样这样子 可是后来感谢主啊 她回家了 回家以后呢 还在休养期间呢 我们教会就排我带敬拜 因为轮流在带敬拜嘛 就说该我带敬拜了 那我一口就回绝了 我说 现在哪里有心情带敬拜 我说我觉得 好像我不可能 这个 这个在 像以前一样这么开心的 在台上唱歌跳舞 敬拜神 很好 我说没有心情没有心情 这样就回掉了 可是呢 就在我回绝教会这个服事的时候呢 突然间就有一些字 有一些message 有一些信息出来了 就说 你下垂的手要再一次抬起来 因为我说我不能够再唱歌跳舞 带敬拜神了 就有一个意念说 你下垂的手要再一次提起来 你封闭的心要再一次敞开来 因为高山低谷 包括你陪你女儿在医院里面 她哭得很伤心的时候 神都没有离开你 祂都与你同在 这样子 所以 这后来就变成了 《常常喜乐》这首歌的歌词 所以就很奇妙 然后这首歌词就跟着之前的旋律 就谱出了这首歌 所以 这么开心的一首歌耶 却是从这么一个经历里面写出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这也是神感动我写的第一首歌 第一次感觉到是睡梦当中 睡梦当中就觉得 醒过来以后觉得奇怪 刚刚好像有一个什么旋律 然后这一类的经验多 慢慢多起来 其实我都没有写下来 然后我就想说那可惜啊 好 说不定是灵感 那我应该把它写下来 夜空的星星 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 由盛小梅创立的美国泥土音乐 如同创立初衷 神是摇将人是泥土 哪里开门就往哪里服侍 至今受邀去了二十多个国家 举办了六百多场的音乐步道会 而她天生清亮的嗓音 温暖人心的歌曲 手手扎心 常常是许多伤心人的安慰 与帮助 圣小梅其实一直都还蛮喜欢音乐的 不过刚开始在教会 也就是一般的代事歌敬拜 到变成了福音创作歌手 这个经历也是很特别 所以小梅姐 你原来也上班嘛 对不对 在美国 那怎么后来会转了 变成想说要当歌手 我没有想要当歌手 你没有想要当歌手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会走上这条路呢 真的就是神自己一步一步在带我 当时在美国 因为有一个赞美之拳嘛 对 那赞美之拳 那其实我跟赞美之拳也服侍过两年 一起服侍两年 常常喜乐就是做过他们发表出来的 有看到你的名字 对 那之前我又有跟另外一个福音机构 叫开录者 也是帮他们做过CD 所以这整件事情 像开录者呢 那个时候是 根本就是他们要举办一个圣乐歌唱比赛 然后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 帮我去报名的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就也没想到入围了 所以等于说他们选了三个人 那一张专辑就是有三个人主唱 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是我帮他们做了一张 那之后呢 他们又找我再做了一张 然后又做了两张卡拉OK 所以这些整件事情就是 你觉得很奇妙 就好像是神自己在那边坐 带着你走 你就是跟着走而已的感觉 对 然后呢 后来就是大概2003年左右的时候呢 我就 我就开始 特别多的创作灵感 就是觉得 对 原来是唱别人的歌 对 然后后来是女儿车祸的时候 乘舱喜乐那是你第一个创作 对 在那之后就 在那个之后 对 也没有马上 就是就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女儿车祸大概是2000年的事情 对 所以就差不多在0304那段时间 我就发现 好像第一次感觉到是睡梦当中 睡梦当中就觉得 醒过来以后觉得奇怪 刚刚好像有一个什么旋律 然后很一恨就觉得这是什么歌 不觉得是我知道的什么歌 哪一首歌都不觉得 然后这一类的经验多 慢慢躲起来 其实我都没有写下来 然后我就想说 那可惜 好 说不定是灵感 那我应该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就开始在床头 放了一些纸笔这样子 所以都是一些旋律吗 还是有词 有的都有 很奇怪 每一首歌有的是先有旋律 再有词 有的是 大部分是先有旋律 有的时候会一起来 比较少是先有词 再有曲 对 那我反正有什么灵感 我就写一写 所以那个纸头就有乱七八糟的纸头 卫生纸 信封什么的都有 那东一张西一张的纸头 就越来越多 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就想说 那我来整理一下吧 整理一下发现 这个数量多到好像 你可以出十张专辑一口气 你可以出专辑了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祷告 求问神 我是不是要做 因为我以前就是帮开录者做 帮着赞美之权录音 我没有自己做过 我也没有资源 后来我就跟神求问 我说 因为其实我当时已经四十出头了 我想说 这个也不是开始一个音乐 事工的年纪了 我说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我要做的 我说神如果是你要我做的 我才会去做 自己做一张专辑出来这样 很奇妙神就把三个印证 三个印证都给我了 他给我以后我就想说 好 那既然这样子 我就做吧 我就凭信心做了第一张专辑 那就是我们泥土音乐的第一张专辑 叫《亲密的朋友》 那当时我就是 心里面真的是没有异象 我不知道这些歌 为什么神会给我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用这些歌 所以取名泥土音乐就是因为 我就像泥土一样 圣经上有一段话说 神是摇将 是泥土 那摇将看怎么好就怎么做吧 所以摇将决定这个泥土要捏成一个盘子 或一个杯子 泥土本身可以没有意见 泥土也可以不知道 所以当时我就给自己 取了泥土这个名字 好像可以让我觉得比较心安 因为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做完这张专辑 我们也没有打算要什么发行 那在洛杉矶就随便找了一家CD工厂 然后随便找了一个 帮我做一些design 就简简单单的印了一千张 然后十个箱子 就运到我们家来 就放在我们家客厅里 然后我就跪下来 我就把那片CD就放在地上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神啊 我说当时我跟你求印证 你给了我了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commitment 那I did my part 我说我已经把它做出来了 但是我说接下来 我真的不知道我下一步是什么 我说但是你是摇将 我是泥土嘛 所以求你按着你的心意来使用 那个是2004年的7月份 那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啊 全新的一个东西跑出来这样 就很奇妙就是那个下半年 04年下半年 我们在洛杉矶就有20场的服饰 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 真的很奇妙 我觉得神就是自己开始动工 那印象很深的是第一场 第一场的音乐会是一个小教会 那个牧师刚好他们想办一次外展 然后就听说辗转听说我 我有一张CD 他说你要不要来帮我们办一场音乐会 那吸引一些木道朋友 然后我们就live band 哇有一大堆的singer 台上站了很多人 台下就是这么 人反而不是很多 然后我们就 哇又唱又跳 搞得汗流浃背 搞了两个半钟头的program 弄完之后呢 牧师说他来呼召嘛 然后我就在台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然后抬头看还是没有人举手 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想哭 你知道我就想说我们 这么卖力的演出 一点感动力都没有 然后我想说那我看 这可能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 那正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间就有一只手举起来了 然后当那个手一举起来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哇就那是我们的第一场 然后我就觉得神给了我一个sign 因为正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 他就让我看到说好 还是有一个人受感动 所以那是我们的第一场 不过我觉得你的歌 真的蛮感动人的 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 或者是你在甜思补取 那些灵感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最有故事性的哪一首歌 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跟你讲 其实对我来讲呢 每一首歌都好像我生的小孩一样 对 所以 所以呢 当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是一视同仁的 那可是在发表出来以后 我才会感受到说 原来这首歌好像 对人产生的影响力特别的大 是是 那慢慢慢慢我就会 比较多用这一首歌 所以 那当然啦 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 有的时候是一些 比较深刻的经历写成的 但是我觉得 像《康喜乐》这个 就你刚刚非常的故事 这是很personal的一个 一个经历写成的 那像有一首歌叫《有一天》 那也安慰了很多商品 对 那时候看到很多 那段时间看到报章杂志 很多人轻生 很多人自杀 为了各式各样的原因 就不想活了 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意思 就是说 哇他们如果能够 及时的听到 这个世界上 其实是有一位上帝的 有一句安慰的话 关怀的话 可能他们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是这样子心态 写的这首歌 那先生自己 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首 活出爱 因为我觉得活出爱 一方面就是 把我们的服侍 的心态 还有神 要给我们的祝福 在这首歌里面 都可以唱出来了 所以你最喜欢太太姐的歌 那你们后来 在美国 原来是在美国办 这个福音的音乐会 那第一次来到台湾呢 对 就是我们04年出了CD 那05年就很奇妙 台湾就刚好有一个公司 有一家公司刚刚成立 然后他们的负责人呢 刚好到洛杉矶 然后他就帮我们安排 第一次的台湾巡回 大家反应好吗 惨痛的经验 因为那位弟兄 他是林良山庄 他在那边聚会 那其实他是 怎么讲 他是演艺圈里面的人 所以他比较习惯做的是 真的是演艺界的那个 那演艺界的人知名度很高 所以他也不习惯做promotion 他就是他搞音乐搞音控的嘛 所以呢他就借了 林良山庄的场地 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做什么 做宣传 宣传 然后我们那天也是live band 哇一团人在台上 大概十五个人左右 开场的时候台下 我看大概 大概有没有 50个人 对大概连50个人都没有 这样子就很冷清这样子 那我们也就硬着头皮只有半啊 然后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 我记得那天结束的时候 大概也不到100人 那是我们在台湾的第一场 那时候真的觉得 哇 不晓得台湾以后还会不会来 这样子 对可是后来 反正就一步一步走嘛 那结果 我觉得神就是很奇妙 你看现在走到现在 我们不只是差不多每年都回台湾 我们也在北美各地 美国加拿大 南美洲 澳洲 欧洲 都多 对亚洲其他的国家 我们已经办了六百多场 七百多场 这么多场 而且你们今年这次回来 还特别去了盲人学校 对不对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下面这段你们在盲人学校 这个表演的过程 在北美的祈祷 我们看见神奇爱 在北美的微笑 在北美的拥抱 在北美的祈祷 我们看见神奇爱 在北美的微笑 在北美的拥抱 在北美的祈祷 我们看见神奇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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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头看 当天跟孩子们之间的互动 心头还是觉得很感动 他们弹钢琴的 打鼓的 都是他们自己 对 我不是夸张地说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还要棒 真的 因为你知道 我们现在办音乐会 都是放半唱带 我们都没有Live Band 他们是Live的鼓 Live的Pianus 他们的恩赐 真的是非常的 真的非常 五千两 真的是五千两 我刚看你们也都帮我们祷告 对不对 那Michael哥你在帮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自己心头有没有特别的感动 我就想到耶稣说的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坐在主的身上了 所以我也非常的感恩 珍惜有这么一段的经历 可以跟他们做这样的互动 是 他们有一些话也要跟你说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最喜欢听她的活出爱 是对我们来讲 对神的爱 是有伟大奇妙的作为 小梅姐也为我祷告 我就觉得感谢上帝可以 在她的爱里面让我觉得很感动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但是这个感动是 因为从神而来的 带下的祝福 你对Michael的印象怎么样 Michael 我觉得他的印象真的是 让我觉得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小梅姐姐 谢谢你 希望明年 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再来会 唱歌给我们听 最喜欢小梅姐姐的 幸福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 感谢上帝供应 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 教别人的利益 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 每一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 因他必恳顾你 小梅姐姐 希望明年可以再来 还有Michael哥哥 希望你们明年可以再来 真的代理他们那天 很多都温暖的感动 我觉得对 我觉得看到他们真的觉得 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 可是我觉得他们 他们心里的喜乐 然后那种坚强 那种对神的信心 我看到他们在唱我的歌的时候 我很哭 其实心头都特别感动 我觉得就你来说真的 你的歌常常 你不知道 你在创作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 你也不晓得会给多少人听到 你也不知道会发挥到 多大的果效 可是真的 当你知道说你的歌 可以去救人的生命 你甚至救援 真的 带给人很多的安慰的时候 其实也是你很大的回馈 对 对 这完全超乎我所求所想 对 Michael哥 你看太太现在 这么样的光环 然后大家喜欢她的歌 唱那歌 她的歌也带给很多人 很大的影响 你自己的感觉呢 我很感恩 我也因以为荣 而且能够跟着她一起 赋唱呼水 去抢救更多灵魂 你以前也很想宣教嘛 我想宣教就是 好像我现在心中的一个呐喊 嗯 那我不管去哪里 只要神带领我去 我就愿意去传福音 这很美好 两位来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不晓最后一点点时间呢 还没有要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最后一点点的话 人生都是不如意的事情 时长八九嘛 所以都是有高山有低谷的 那我很感谢神 就是说神 他好像透过我的歌 安慰了一些人 鼓励了一些人 特别是那些 在比较困难的处境当中 神好像借着这些歌 可以让大家再感受到神的爱 或者是重新拾起对神的信心 那我也希望在这个机会 我就是鼓励大家 那么我们的神的爱 是永不改变的 神对我们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但愿我们都可以 用信心来走每一天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那不可能 我想到圣经上的一句话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那耶稣说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话是真是可信的 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认识耶稣 接受耶稣成为 我们的生命的救主 一起经历神的爱 并且活出神的爱 今天好高兴看到两位 有一期小梅姐真的 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好奇妙 就感谢神给我们音乐 音乐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时候 你本来 本来在一个很难过的处境 当中好了 因为那个音乐一下来 那个安慰自然而然的出现 透过那个歌词 透过那个旋律 我说有时候自己 在敬拜的过程当中 我都觉得说好棒的享受 透过这些美好的诗歌 今天看到两位在这现场 又觉得说真的感谢神 透过你们带给我们 这么好的音乐 这些福音的诗歌 成为大家的帮助跟安慰 谢谢 谢谢 神迹 对许多人来说 是生命当中一次 特别的经历 但是神迹对基督徒而言 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 工作的痕迹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听见 圣小梅 这个很有名的音乐人 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都唱过她的歌 听过她的歌 很有趣的是 许多人从小在音乐课班出生 但一辈子可能 都没有写过一首歌 但是对圣小梅来说 她自己本身 尽管对音乐有兴趣 但不是音乐课班出生 神却使用她的生命 写了一首又一首 快智人口的歌 为什么上帝能够使用她呢 坦白说她一开始的时候 她不认识上帝的 她的人生一路走 看起来是很顺利的 好的学校 好的婚姻 好的移民 但是忽然间这些美好的 因为经济的关系 因为孩子的车祸 因为对人的角度来看 是一连串的不幸 竟然把她的脚步 带到了上帝的面前 甚至因为这样 她开始写了歌 每一首歌 其实都是故事的 为什么这些歌 能够被呈现出来呢 其实她不是 就像我们知道的 音乐人出生 可是上帝在她的生命里面 却放了非常多 有趣而重要的内容 当然我们说有趣 是有点残忍 就是那些高低跌宕的 生命旅程 那我知道 喜欢听音乐的朋友来说 我们都知道 好的音乐 或好听的音乐 通常是她的曲式 高低起伏 挺有戏剧性 挺大的 透过这些极大的 曲式的起伏 我们会感受到 那个音乐的力量 就在圣小梅姐妹 她的生命 经历到这些高低跌宕的过程 上帝把她这对夫妇 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在上帝的爱中 他们再一次的看见 原来这些从人的角度来看 可能是小调 可能是悲歌 可能是忧伤的事 但都可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有新的音符被谱写出来 如果这些音符不在耶稣里 它可能就是一个忧伤的小调 但当耶稣放在生命的元素里 你会忽然间发现 原来夜音的歌是如此的动人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忧暗的背景 没有这些难过生命的挫折和创伤 坦白说 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 那么深刻的安慰 很多朋友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些忧伤 挫折 但是忧伤和挫折不一定等于 美好的诗歌 如果你愿意邀请耶稣 进到你的忧伤和挫折里面 我们的生命即便没有办法写歌 也能够唱出属于耶稣给我们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知道 我们每个人带着不同的忧伤 不同的重担 不同过去曾经发生 甚至现在依然在困难里面的困局 恳求你帮助圣小梅姐妹的手 也同样帮助我们众人 让我生命的故事 可以不再只是哀怨流泪的故事 可以重新出发 能够在你的里面成为一首盼望的诗歌 谢谢你 将你的爱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的朋友 深远耶稣的光 能够光照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 看见前面一条盼望的道路 Amen 有一份爱 从前而来 你已闪高 你已还深 测不透 抹不脚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感性给 用心爱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祈礼我 张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给人我 心中 双手 双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